很高兴,你们老师能够这样学吗? 吉法阿巴洛,想他的名字想看不久 也不敢讲什么呢? 这个名称就是吉法阿巴洛 终于有名字了 巴洛呢?因为巴洛它是一个檳榔烧嘛 巴洛是檳榔烧就是芽芽 整个爆的东西就是巴洛 接下来的东西就是巴洛 像那个贵族的巴洛 乌拉尼木是巴洛 乌拉亚做那个斗粒的巴洛 都是巴洛喔 只要是要干的都是巴洛喔 就是枯掉的? 枯掉的都是巴洛喔 都是一样的 干的东西也接下来就是巴洛 名称 他做好这个檳榔烧就是吉法阿巴洛 吉法阿巴洛就是船嘛 就是像船的那个容器 是这样 我从以前都知道这个东西啊 我最感觉就是巴洛 可是呀 一般大家都讲巴洛 一般都讲巴洛 其实他有他的名称 一般都这样讲耶 对啊 好好喔 真的 没有人家等我去高台 你给我的教材就是这个 才不知道怎么下 所以我会来 谢谢你 有这种心 哪个写 因为我们写的不够仔细啊 问清楚啊 等一下不知道怎么 乱写 可以 就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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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吃